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旗船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当然受到了美国的白宫首席顾问 柯恩他请辞的消息影响美国的旗子 就立刻的下跌 所以亚洲股市昨天都是走跌的 那么台北股市昨天下跌了39点 刷盘指数10745点 跌幅0.36% 成交金额1207亿元 而OTC市场反而是上涨的 上涨了0.39点 刷盘指数149点 01点涨幅0.26% 成交金额359.71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重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昨天当全世界的贸易战 看起来是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不过昨天虽然在美股的盘后的 电子期货盘是下跌的 可是在今天凌晨 开低走高 以道琼来说虽然小跌 但是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都翻红了 所以如何来看待今天 以及未来的台北股市 凤星早安 大家早安 昨天美国股是如同刚刚凤星所说的 就是挡跌互件 电子股的部分其实相对的一个抗跌 那传产也就是说在本来 道琼的蓝筹股的部分 则是呈现了一个休息的动作 其实也还好 刚刚我看了一下就是道琼 它的那个盘中的指数 它事实上是在尾巴南时候 跌幅出现熟练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弱势 所以在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部分来看 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是 比较是处于一个高档的一个 曲线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所以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其实台北股市昨天 在集中市场 还有在电头市场 这两个市场事实上 它是出现比较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 因为昨天在集中市场的部分 收盘是收在当人的最低点 而且成交量有了一千两百多亿 那么早盘是有一路往上做一个冲高 但是尾盘是撒下来 所以其实在昨天的整个集中市场 它的走势 让我的感觉上就是说 它有一点点就是 让那个多头被浇了一盆冷水 就本来好像大家很有信心 要往上冲 结果就 11点过后就开始往下掉 就本来有一度好像要在亚洲 那种异军突起的那种味道在的 可是结果还是 对 但是呢 在昨天的OTC市场 则表现还不错 早上它的涨幅就比这个集中市场来的大 早盘好像如果没提出的话 还有超过0.8%以上的一个涨幅 那虽然尾盘有点拉回 不过其实在整体来看 它还是守在平盘之上 不过跟生肌类股很强又很大的关系 对 我就在讲这一个 因为今天的重大消息就是 中育的艾滋新药 已经获得了美国FDA的通过了 核准可以销售了 是 这很重要 昨天我在中正社大的上课 我跟大家特别提到过 说这一次的生肌股 其实好像不是放养的孩子 是长真的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生肌族群长是这么整齐 那么这么整齐的原因是有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到今天上涨的 就是昨天强势的股票 其实都是属于药类的股票 从中育 不是药材 不是设备 是药品 是药品 对 从中育开始 然后到这个大疆 智勤 还有我们看到像是药华药 还有承德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跟药 有相关的神迹库 而且是新药 对 没错 都是属于偏新药类 那第二个原因是说 昨天的这个上涨 它并不是由 我们所说的跌生反弹股带动 因为昨天的终于往上做走高 是创下近两年以来的新高 OK 它不是像之前的耗顶是属于跌生反弹类来带动 不是 它是创新高股来带动的 而且它确实有利多支撑 对 它是属于反应利多的一个部分 那么昨天又是属于这个往上跳空 然后之后掌铃板打开又再锁起来 所以其实昨天是有什么 是有一种追价的这个动能或追价的意愿存在的 以生计类股来看的话 总体的价格昨天是收在最高点 是 所以在昨天的生计股来看 我觉得是看到过去 过去半年甚至一年 在几年当中 我比较少看到是这种 比较属于人家有人愿意去做追价 而且有指标股 有强势指标股 它并不是跌生反弹股在动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虽然说终于它可能 因为昨天爆量 可能在开高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有一些就是 短线的获利慢压出来 所以它这个利多消息 昨天就已经反应了 对 但是呢 对于其他的还在低档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资料股跟生计股来看 它其实是很有可能会持续再去做反应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 大家其实对于相对高档的股票 例如说电子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高档股 可能不太敢去做一个介入 这时候反而 我发现到生计股 它开始有一些市场性 在这边去做一个反应 所以我觉得生计股这一波 是有可能会有出现 续涨的一个动作 OK 那生计股有机会续涨 重点是哪一类 其实在药类当中 有非常多的股票 在过去这三个月或者是半年 是上外资买的蛮多的 我举个例子 像是416的志勤 志勤其实在农历年节 之前三个月 根据我的观察 其他都一直都是有外资持续在这种买草 但志勤它其实也是有 新药权利金的收入 它并不是一种完全是一个梦 它比较特别 它不是说我等我新药全部都通过了之后 我才通过FDA我才拿钱 它是跟别人合作 所以我每一个阶段我都收权利金 对它是有里程碑的 收权利金 所以这样这种比较明确获利的个股 它就会有外资持续在一起做一个注入 那么第二个同样也是药的 就是药滑药 药滑药其实在最近三个月 其实它外资多多少少陆续都有进 但是我比较看到的是在半年之前 半年之前其实外资 在最追买的那一群外资 看起来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出托 所以其实这档个股我个人观察 它在整个基础现行上 它也是呈现了一个圆弧底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昨天的这种上涨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些有药的这个题材的 或者是受益的这些个股 我会比较优先来去做考虑 所以你是选生计类股里头的新药类 目前市场上面反而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有一些跌生的 其实不用说就是耗顶这一类的 它第一档打底了一段时间 外资也有回头去做买超 所以像这种比较低位阶的生计股 我个人认为它也会随着这一次的生计的题材 或者怎么样会往上去进行一个走高 那顺便提一下在这个月的26号吧 那个证交所会在101会举办这个 生计的一些业绩发表会 发出会大概有9家 所以其实这一次生计股 它其实带有一点点就是 我怎么讲 主管机关做多的味道 在气氛上 会让市场上面解读 会这样的解读 至少五次这样看 所以我觉得生计股它至少在三月份的中下旬之前 应该都还会有一些的热度存在 好 所以你对于目前各个类股当中 现在生计股你觉得它产业的前景 然后以及类股的这个现行的集体性 你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是的 而且是新药优于这个衣材 优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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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 平常食品 对 好 那可是这里面你会特别选择 还要再选择是有法人进驻的标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这是生计的部分 是 还有其他的吗 另外一个部分我最近观察到了是食品 因为其实黄小玉 就是黄豆小麦玉米的 今年以来的起货报价的走势是蛮明显的 台湾有没有人真的叫黄小玉 应该是有 对不起 这就是大家只要讲黄小玉 就是讲农产品的最重要的原物料 对对对 尤其是小麦在今年以来的上涨幅度 就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过 其实食品股大部分的 不要说大部分 有一大部分 有一部分的食品股 它这个股价是维持在相对的高档 上也拜提过 那结果最近其实看到像大臣 浦峰 甚至来创下这个博钻的新高 那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在农产品的报价 未来持续看涨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一些食品股 它因为上游原料的成本变高 势必很可能会往上去做一个 就是报价提升的一个动作 所以对他们营收的这个发展性来讲 会有营收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上次还提到说 有一些是即将要面临到 天气慢慢变热的一些饮料股 海山 海植味等等 这其实在最近一个月 其实都是站在买房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今天真的是通膨 被大家所预料到了 那食品会有一波的一个涨幅 那么这一些跟食品 大众物质有相关的这个食品股 基本上营收会员往上去做一个 拉高跟成长的机会 所以食品股可能是我的第二个选择 这个是你从上个礼拜 一直选到这个礼拜 都还持续的 可以继续看多的 没有错 对 那就这两类了 其他的你就没有那么的 其他的应该说 以目前台北股市来看 它比较是属于 就是类股在轮涨跟轮动 所以你看前几天 有时候涨不动员 简单涨一天而已 然后又换其他族群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目前看起来 电子族群并没有特别 让我觉得它特别便宜 或者是干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电子族群 我们这边可能会 稍微再观望一下下 再观望一下下 那如果说手中持股 比较高的个股 那个朋友 我觉得不妨趁着这次 在这个震荡 在高档震荡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电子股 其实还是可以来 先去做一个太肉流强 对 你的太弱势 它只要比大盘弱 你就认为它可能先 截掉一批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甚至说它最近反而谈不起来的 我就觉得这边都 它还有一些疑虑 OK 好 这些呢 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维泰是特别选择了 一个产业 然后介绍给大家 可以去其中里面 好好的选择了 非常谢谢中英财富分析师 陈伟泰